全文已完结 如烟祝大家龙年大吉享受故事 下面证文开始 婚礼那天 未婚妻柳如烟为了资助的男大学生逃婚了 伊藤臣你懂点事 他发病了身边不能没我 我一个人留在婚礼现场面对所有的流言蜚语 后来我接管公司 未婚妻却哀求我再办一次婚礼 我笑着甩给他一张请柬 婚礼肯定是儿端的 只不过不是和你 伊藤臣你懂点事 他发病了身边不能没我 柳如烟说这句话的上一秒 我们准备在所有人的见证下交换戒指 可他接了傅妍杰的电话后便慌忙收回右手 就连头杀也摘了 说什么也而去陪抑郁症发作的傅妍杰 燕燕 今天是我们的婚礼 我低下头眼神黯淡地说 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握着戒指的手微微颤抖 她像是没听到我说话一样 自顾自地让助理带她下台换衣服 转身之际 我拉住她的手腕 燕燕 起码先把婚礼的仪式举行完 我们两家都是金氏有头有脸的人家 今天请过来的也是金氏贵族 大家都十分期待这一场盛大的婚业 此刻看到我们的表现 众人在台下议论纷纷 柳如烟有些烦躁地甩开我 把项链头是一一拿下来 一腾沉 你也知道 燕洁发病的时候 如果身边没有人会有多危险 一个婚礼而已 再办就是了 可燕洁失去的也许是生命 见我不说话 柳如烟更生气 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 燕洁到底怎么拟了你 而这样三番五次地针对她 我扯出一抹苦笑 三番五次 确实 在柳如烟看来是这样 一直都是我看不惯赴炎姐 一直都是我刁难她 可是现在我的未婚妻 在婚礼现场着急地去陪其他男人 难道我还不能生气 不能不高兴吗 柳如烟 我的心也是心 被你践踏了这么多次 你怎么能保证她完好如初呢 怎么回事啊 婚礼现场新娘跑了 好大一出戏 第一次见到逃婚现场 听说柳如烟根本就不喜欢一腾沉 握着戒指的手越钻越紧 柳如烟可以毫无顾忌地离开 而我却而独自面对所有人的流言飞语 平复好心情后 我拿过牧师的话筒冷声宣布 很抱歉今天占用大家的宝贵时间 我和柳小姐的婚礼正式取消 辛苦大家了 台下柳家父母露出惋惜的表情 工作人员正在梳立安抚宾客 我走到柳家父母面前 柳叔叔 柳阿姨 今天你们也看到了 或许我和烟烟还是有缘无分 多谢这些年你们对我的爱戴 柳阿姨拉着我的手 眼底泛着些许泪光 小陈啊 是我们烟烟对不起你 我相信你值得更好的女孩 阿姨永远把你当作亲生儿子看待 是啊小陈 终归是我们柳家的错 希望你能原谅烟烟 柳叔叔也叹息着说 其实他们对柳如烟 对傅延杰的态度也感到十分不满 只是柳如烟一人沉浸其中 不允许任何人说傅延杰的坏话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再提什么原谅不原谅的话 毕竟柳如烟是真的含了我的心 我走到父亲面前 郑重地说 爸 我愿意接手公司 父亲对我的这个决定并不感到意外 虽然以前我对家族产业并没有过多地关注 不想那么快被家里的企业限制住自己的发展 但是现在我也想通了 金子在哪都会发光 更何况我以前一直不愿接手公司 也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柳如烟 现在看来没这个碧儿 何必为了一个管不住自己的心的人浪费自己的大好家 我心中苦笑 父亲拍拍我的肩膀 振作起来 这段时间我慢慢把集团的事情和你对接 我玩耳一笑 其实我并没有这么脆弱 只是觉得可戏可笑 自己这么多年的深情还抵不过 只和柳如烟认识了三年的男人的遗族 我和柳如烟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是圈里人公认的神仙眷女 原本一切都像命运安排好的一样 我们会结婚 会有孩子 没有经济困扰 我们会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一切的转变都而从柳如烟开始资助父母双亡 患有抑郁症的傅延结开始 那时傅延结还是高三 柳如烟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学校看望他 我觉得没什么 偶尔也会跟着去 只是几次后明显感觉到傅延结对我有些敌 在面对柳如烟时 他总是挂着一脸无害的笑 柳如烟在旁边 他看向我时总会带着惊惧和害怕 像一只受惊的小白兔 而当柳如烟不在我们身边 他的眼神里又充满仇恨和阴慌 仿佛下一秒就而冲破围栏把我撕嘴 我和柳如烟提过这件事情 可他却指责我太小气 连一个高中生醋都而吃 延结患有抑郁症 偶尔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和情绪很正常 你是不是趁我不在的时候胸膛 为什么他会跟我说看到你就觉得害怕恐惧 一腾沉 以后我去看延结的时候你别跟着了 会加重他的病情 就这样 傅延结轻易地把我隔绝在他和柳如烟的二人世界之外 傅延结一直跟柳如烟暴喜 说自己这次考试又进步了多少多少年 以此换来柳如烟的看望和关心 可却在高考的时候连三百分都考不了 我提出质疑 想让柳如烟找学校而成绩单 他对此十分不满 都说了延结患有抑郁症 面对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考不好很正常 一腾沉 我一直以为你是民事里的人 没想到连你也这样为难他 我什么时候为难他了 我只不过是想看看他以前的成绩单就是为难他 此时柳如烟或许还没有意识到 他的心已经偏向了傅延结 傅延结最后上了一所职校 上大学后的他犯病的频率越来越高 一周几次都是常态 特别容易在我和柳如烟约会的时候发明 游乐场里我晒着太阳排了快一个小时的队给他买冰淇淋 可在接到傅延结的电话后 他就不管不顾地而去看他 烟烟 今天是我们恋爱四周年的纪念日 他低着头打车 不理会我的话和手中快而融化的冰淇淋 傅延结又打来电话 烟烟姐 我是不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和一腾成哥好好的 不用管我了 傅延结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总能博得柳如烟的同情 怎么会呢 严结别怕 姐姐马上就来了 你乖乖等我 烟烟 而不给傅严结找个心理医生吧 他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认识 一腾成你够了 我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便朝我怒吼 上次就因为你说而给严结找心理医生 他差点割腕自杀 现在你还来刺激他 你是不是就指望他死了 一腾成 你看不惯严结没关系 刚刚你也听到了 他发病的时候关乎性命 身边不能没有我 如果你不能接受他的话 我们就结束吧 这是柳如烟第一次跟我说分手 可当时听到这句话的 我只想挽留他 便一直对他和傅严结隐忍退让 这件事后 傅严结还和柳如烟 一起来到我们同居的公寓 傅严结手里拿着果然 开门见到我失眼神寒切 一腾成哥 那天真的很抱歉 我犯病了 所以只想燕燕姐陪着 一腾成哥 你不会生气吧 说完这句话后 他趁柳如烟不注意 向我露出一个挑衅的表情 可爱与我还在哄柳如烟 便没有和他计较 晚饭时间 我在厨房烧菜 傅严结出现在厨房 露出一抹无害的笑 我看了看客厅 柳如烟应该是去洗手间里 那你帮我把这道菜拿到客厅吧 我把手里的青椒炒肉递给他 却突然砰的一声 整盘菜掉到地上 发出剧烈的响声 我记得明明确定傅严结 拿稳了我才松手的 不可能就这样突然掉下来 我连忙蹲下身子准备收拾 可是傅严结却先一步哭出声 他站在厨房门口十分无措 一腾成哥 对不起我 如果你不喜欢烟烟陪我 那我 那我可以离开 你为什么而这样刁难我 傅严结委屈极了 我准备起身解释 却一眼看到站在傅严结旁 愤怒地看着我的柳如烟 他失望地摇摇头 一腾成 你简直太无理取闹了 严结怕烫 你还去强迫他端当出锅的菜 你就是存心刁难他 面对柳如烟的指责 我有些无所适从 我可从来不知道傅严结这么怕烫 再说了谁不怕烫 是他自己而来帮忙 那份菜虽然刚出锅 但是成菜的盘子却是隔热的 只会感受到一点温热 根本就谈不上烫的程度 傅严结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引起柳如烟对我的烦断 想挑拨我们的关系 傅严结还拉着柳如烟的一脚 烟烟姐 你千万别怪一腾成哥 都是我的错 我走就是了 傅严结跑出门 柳如烟也急忙跟着过去 我看了看精心准备的菜肴 竟觉得有些可笑 最后还是我拿着花和蛋糕去红柳如烟 和傅严结当面道歉 才结束这场争吵 也许我对柳如烟死心 在那时就埋下了种子 他管不住自己的心 也看不到我的生情 那我就成全他好了 我和柳如烟解除婚约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当然了 青梅竹马婚礼上反目成仇 确实是一大卖点 可是我无疾不暇 这两天一直在和父亲交接 集团总部的事情 忙得不可开交 一腾成哥哥 你真的不爱柳如烟了吗 这是洗衣机这个星期来 第八次问我这句话 我一边看着公司报表 一边无奈地回他 真的不爱了 那就是说我又有机会了 他一脸惊喜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句话 像他这样直白又热情的女孩 的确少见 我和洗衣机很小的时候 就订了娃娃亲 只不过他小时候 被家里养在别的地方 所以我和他并没有什么接触 渐渐长大后 双方家长看我和柳如烟两情相悦 也不忍心棒打鸳鸯 于是我和洗衣机的婚约 大家都默认作废了 自从听说我和柳如烟的婚礼取消 不怕他 我现在可是影后 再说了勇敢追爱有什么不对 我竟然没法反驳他的话 洗衣机准备再说点什么 被冲进办公室的柳如烟打断 一腾沉你什么意思 就因为我陪严姐 你就单方面取消婚约 你凭什么 他气喘吁吁地质问我 好像我取消婚约是一件 十恶不赦的事情 我早知道这一天会来 柳如烟是从小含着 金汤勺子长大的大小姐 只有他不而别人的分 怎么可能容忍别人抛下他 我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看像坐在沙发上 一脸八卦的洗衣机 眼神示意让他先出去 洗衣机撇撇嘴 有些不情愿地起身离开 我推了推眼镜 满不在乎地说 就凭你在婚礼现场逃婚 这还不够吗 柳如烟愣住了 他有些慌不择言 我那只是去看看严姐 我们可以重新办婚礼 一腾沉 在我印象里 你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直到现在他还只是认为 我吃复严姐的醋 我站起来和他对视 烟烟 你仔细想想 自从你资助复严姐后 放了我多少鸽子 在我们约会的时候 提前走了多少次 柳如烟沉思片刻 随即又想为自己开拓 我抢先一步 结果他准备说的话 我知道 复严姐犯病会危及生命 可是为什么他每次 都在我们两个 在一起的时候犯病 柳如烟 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我不信这几年来 你看不出复严姐喜欢你 你们就认识了 这么短的时间 你是他的谁 他就真的没你不行 柳如烟垂下了眉眼 眼底犯着些复杂的情绪 他只是患有抑郁症 他也没有安全感了 才会这样 伊藤臣 你不该和他计较的 虽然他的话里 带着些许委屈和哀求 但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我们现在谈的是 为什么取消婚约 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在为复严姐和自己开拓 所以我就应该成为 你就熟他的垫脚石吗 我音量提高了不少 你有没有想过 在你离开我去找他的 每一次我是怎么度过的 你有没有想过那天 在婚礼现场 我被多少人嘲笑和讥讽 记得那次吗 你拿着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送给了复严姐 那是一条深蓝色的领带 就因为我们在 赤猪光晚餐的时候 复严姐打来电话 说自己在学校面试 学生会被刷下来 因为大家都有领带 就他没有 学长学姐说他穿着不得体 他哭着闹着说自己没用 而跳楼寻死 你二话不说 就把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拿去送给他 严姐比你更蓄儿这条领带 阿晨 以后我会送你一条更好的 这是你那天 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你甚至忘了前一刻 正准备给我顶蜡烛许愿 说到这里 我声音有些哽咽 我深呼吸平复了一会 继续道 我因为这件事和你闹脾气 你却嫌我不懂事 就连你匆忙离开前 答应送我的更好的领带 到现在也没有时间 柳如烟眼眶通红 阿晨 这是个意外 当时严姐情绪不稳定 我担心他 那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 你知不知道之后的 每次复严姐和你一起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都会戴着这条领带 难道你不认为 这是一种强劲 你觉得还不够扎我的心是吗 我咬牙切齿 几乎是低吼着说话 此时柳如烟已经泪流满面 你的心其实早就偏向了他 我勾勾唇 有些自嘲地说 不是 柳如烟扯着我的手里 极力反驳 我不爱颜姐 我只当他是弟弟 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阿晨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你相信我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闭眼拨开他的手 突然柳如烟的手机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赴颜姐 他咬着唇 神情看上去有些挣扎 真是难为他的 刚说了这么表明真心的话 现在幼儿马上接受考验 我双手插进兜里 无所谓的说 接吧 这可是关乎性命的事情 你知道的 傅颜姐发病的时候 不能没有你 很快就好 很快就好 柳如烟略显欠你 电话那头再次传来 傅颜姐痛苦的声音 颜颜姐 我好难受 我好像而死了 你来陪我好不好 好一会柳如烟都没有回答 傅颜姐再次委屈到 我知道你和一腾成哥在一起 柳如烟很是受用 只是这次他却没有像以前一样 匆匆忙忙去到傅颜姐身边 颜姐 我给你找生理医生 他很快就能到你那 你忍一下 电话那头的傅颜姐慌了 过儿我过儿 颜颜姐 我害怕 我指而你 柳如烟第一次表现出不耐烦 好了颜姐 我又不是医生 总不能每时每刻都而准备好去陪你 我认识的这个生理医生很有名 他会治好你的 就这样 在我印象里 这是柳如烟第一次和傅颜姐说狠话 这样可以吗 总监 阿晨 刘小姐 你耽误了我太多时间 我儿开始工作了 请你离开 我看了看表 做出一个请的动作 柳如烟满眼受伤 一步三回头 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 我松了一口气 准备打开文件 习一机这个小祖宗又凑过来 一腾成哥哥 你真的不爱他了吗 我无奈 鸡鸡 这是你第九次问我 我就是想确认确认吗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但是如果你还爱他的话 你也是不可以喜欢我 谈恋爱只能喜欢一个人 也只能对一个人好 习一机煞有其事地说 我有些感慨 这么简单的道理柳如烟 却想不明白 晚上回家吃饭 习一机非而说和我一起 我的车让助理开走了 你儿是不带我去你家 万一我被记者拍下来 明天又上热搜 我拗不过他便答应下来 谁知道他一个爱玩爱闹的小姑娘 居然在办公室等了我一天 我带习一机回家 最开心的无疑是父亲母亲 对习一机比对我还好 叔叔阿姨做的饭菜真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以后让一腾成经常带你来 阿姨最喜欢你了 我妈笑脸淫淫 是啊 机机 都在自己家里千万不而客气 叔叔每天巴不得你来呢 习一机一边啃鸡腿 一边看着我笑笑 我妈则给了我一个暧昧的眼神 其实我也知道 她就希望我和习一机在一起 之前而不是我和柳如烟两情相悦 她也不会为难地去找自己的闺蜜 也就是习一机妈妈 商量着取消这个娃娃亲 现在脑子里估计 都在想什么时候抱孙子 我还不知道她吗 不过我对习一机说不上来是什么感情 更多的也是对妹妹的关心吧 现在刚分手 我不会在自己的感情状态 还是一滩烂泥的情况下 比她什么信号或许诺 吃完晚饭后 我被二老赶着而亲自送习一机回家 从吃饭到现在 习一机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堆 把我把我妈给哄的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一腾成哥哥 这样我是不是也算见过你父母了 我疑惑她小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那你什么时候跟我回家见爸妈呀 见了我爸妈后我们就该举行婚礼了吧 我刚刚来找我那样理直气壮和义气风发 两只眼睛肿得像核桃 明显是哭了很久的 脸上的妆也花了 她从不会这么狼狈 我脸了脸神 沉生道 有事吗 柳如烟跑到我身边 看了看我 又看向我身边的洗衣机 你对我这么决绝是为了这个女人吗 她有些不甘 洗衣机也好奇地看向我 柳如烟 我没有跟外界说明我们取消婚约的真正原因 已经是给你最大的体谅 可是我是真的爱你啊 阿陈 我以后再也不管傅颜杰了好不好 我已经给他找了生理医生 再也不会让他打扰我了 袭姬适时攀上我的手臂 颠颜杰 可是你已经伤了伊藤诚哥哥的心了 你以为他和你取消婚约 只是因为你在婚礼现场逃婚吗 其实你每一次抛下他 都是在助长他心中的这个念头 你对傅颜杰的每一次偏心 都变成一把利刃刺向他的胸膛 爱情是具有排他性的 这个道理伊藤诚哥哥懂 所以他伤心 傅颜杰也懂 所以他一次又一次 把你从伊藤诚哥哥身边拉回来 可是你不懂 你看不清自己的心 所以只好委屈伊藤诚哥哥 来满足自己被虚儿的感觉 习一机虽然平时嘻嘻哈哈的 但是说出的话却很有道理 这些话也正是我想对柳如烟说的 柳如烟走了 我送习一机回家 车上 习一机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刚刚那样你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啊 那也是我想跟柳如烟说的话 你你只是先一步替我说了而已 我笑着说 以为他问的是这个 但是习一机却摇摇头 不是 而是到习一机的这个动作不合适 我诚实的摇摇头 没注意到 那我不管 没有反感那就是喜欢 意思就是我还是有机会的对吧 习一机的话总是让人不好回答 在他眼里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会整那些虚果 就像刚才 他会看出我的委屈 为我打抱不平出头 好像即使是和柳如烟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被他这样光明正大的偏袒过 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感受 鸡鸡 真的很抱歉 最近我脑子很乱 公司的事情也有够我忙 所以实在没有别的心思想其他的 我还是跟他说实话 总不能一直这样吊着人家 可习一机却满不在乎的说 没关系啊 反正我已经等了你这么多年 再等等也没什么 我有些惊讶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好的能值得他等我这么久 他说了一件事之后我就明白 喜家是书香是家 是不允许自己家的人混迹娱乐圈的 但是习一机从小就有一个女团梦和表演梦 希望自己有一个天能够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能够出现在电视荧幕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所以高中那回他因为这件事情和家里闹得不可开交 我们两家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室 我听说了这件事 也能看得出来洗衣机确实也很适合舞台 便和喜伯父多说了两句 和他分析洗衣机进入娱乐圈的利比 好在喜伯父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听了我的话后 当即便决定让洗衣机自己发展 那个时候你真的好帅 我爸这么顽固的一个人都被你说动了 从那时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原来是这样 我是笑 其实当时我想的只不过是既然洗衣机喜欢又能坚持 倒不如让他去试试 他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不到五年时间便以女团人妻第一的身份出道 斩获一众大奖 前年进军演艺圈 今年便获奖影后 第二天回公司 助理告诉我 因为我新上任各部门职位和人士调动的调整 有一个叫傅延杰的应届毕业生估计 而被调到总裁办当我的助理 我没演一条 公司什么时候招了他 傅先生进公司是之前柳小姐吩咐的 我们这边不敢随意开除 所以还蓄而宁处理 我想起来了 傅延杰在职校学的是游戏开发 刚好我们公司就是搞这方面的 估计是傅延杰又装病求柳如烟 才把他弄进来 一个职校毕业生也想在我500强企业呆下去 胃口不小啊 我吩咐助理直接把他安排进总裁办 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在我手底下做事 傅延杰倒没有从前那副绿茶样子 不过狗改不了吃屎 这天柳如烟又来办公室找我呢 阿晨 洗衣机不适合你 我才是最爱你的 你再看看我好不好 他有些捧头垢面 我已经数不清 这是他这段时间第几次来找我了 每次都是说的同样的话 阿晨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能认清自己的心 我不喜欢傅延杰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们重新举行婚礼好吗 如果 如果你觉得上次的事情丢脸 那这次 我们重新开始 我跟你求婚好不好 让大家都看看我真的后悔了 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了阿晨 正好傅延杰进来给我送茶水 看到柳如烟的他仿佛看到救命稻草 据我所知 这些天他一直联系不上柳如烟 有病都没触犯 烟烟杰 傅延杰面露惊喜 茶水拿过来 我冷声吩咐道 傅延杰咬了咬下唇 眉眼间透露出算计的模样 果然 在我准备接过茶水的时候 傅延杰手一歪 滚烫的茶水直接浇在他的手背上 这次是真的被烫了一个大水泡 傅延杰面色痛苦 啊 好烫 随即委屈道 伊藤诚哥 你不喜欢我直说就好了 为什么而这样三番五次的刁难我 我只是想赚点生活费 我不会再打扰你和烟烟姐的生活了 一般情况下 傅延杰说完这句话后 柳如烟就该担心的把他拦在身后 然后再愤怒的指责质问我 可是这次 傅延杰等了好久都没听到柳如烟的打抱不平 他疑惑的看向一旁愣神的柳如烟 而柳如烟连一个眼神都没落在他身上 烟烟姐 够了傅延杰 柳如烟第一次当面和傅延杰说重话 你已经大学毕业了 不需要我的资助 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烟烟姐 你嫌弃我是吗 我知道 知道自己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冲向窗边 他以为自己还和以前一样 以死相逼柳如烟就会心软 可是并没有 没看到柳如烟有任何动静的傅延杰又停下走 柳如烟根本没理会他 而是恳求般地拉着我的手 阿诚你看 我不会再偏袒傅延杰了 你可以相信我了吗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面无表情地抽出手 这里是我办公室 不是你们调情演戏的地方 如果还不离开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对了傅延杰 你被开除了 柳如烟彻底贪坐在地上 眼睛里没了神采 傅延杰满腔怒气地过来指着我 伊藤诚哥 燕燕姐这么喜欢你 你居然辜负他 你真是太绝情了 有什么事以后都冲我来 我见不得燕燕姐受任何委屈 他义正言辞地扶起柳如烟 可是柳如烟却疯了般地挣脱他的手臂 你滚你滚 柳如烟朝傅延杰怒吼 都是因为你阿诚才和我取消婚约 都是因为你 你为什么还不去死啊 两个人你抱我我推你 吵吵闹闹闹搞得我头疼 实在没办法 我只好叫来两个保安 把他们一起赶走 闭目养神时洗衣机打来电话 伊藤诚哥哥 你生日我给你订京城大酒店怎么样 你刚接手公司到时候 肯定会来很多人 还有酒水菜品什么的 我都帮你看好了 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眼光 听着洗衣机活泼的声音 好像笼罩在我周围的阴霾 也一扫尽 他不说我都快忘了 下个月是我的生日 好 都听你的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对洗衣机说话的语气 竟然多了一丝处议 得到我的答应 洗衣机欢呼雀跃的 去给我准备生日宴会 一个月的时间说长也不长 很快就到了 这个月一直在忙集团工作交接的事情 根本没有闲下来的时间 现在刚好趁这个机会 好好放松一下 这次生日宴会 请了半个京都的商业大王 与其说是一场生日宴会 倒不如说是与陈家合作交流 相互试探的机会 当然 这其中柳家也来了 伊藤诚年轻有为啊 小小年纪刚接手集团 就把这些产业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后生可畏啊 柳叔叔毫不吝啬地夸赞 哎 是烟烟没福气 和你有缘无分 柳阿姨话里带着婉西 伊藤诚哥哥 那边的许总想和你认识一下 洗衣机来叫我 柳叔叔柳阿姨好 我是洗衣机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 我那边还有点事情 我让人先把你们接去宴会厅 和他们道别后 我跟洗衣机一起走去大厅的另一边 突然身边窜出一个棚头垢面的人 我定睛一看才发现是柳如烟 他手里拿着当时结婚的戒指 我事后还给了柳阿姨和柳叔叔 阿晨 我跟求婚 我们再办一次婚礼好不好 我叹了口气 烟烟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别白费力气了 这里人多 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周围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我们 我拉着洗衣机网掠过柳如烟往旁边走 谁知道他突然发了狠 从袖子里拿出一把水果刀 伊藤诚 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那我们就一起死了做一对亡命鸳鸯吧 他大喊着朝我冲过来 还未来得及思考 洗衣机就已经挡在我面前 伊藤诚哥哥小心 柳如烟拿着水果刀刺进洗衣机的腹部 鲜血直流 叫医生 叫医生 我已经无法冷静了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心慌 像是有什么东西慢慢从心里流失 我抱着倒在地上的洗衣机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千万不而有事 你怎么那么傻怎么那么傻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我痛哭着 洗衣机轻轻失去我的泪水 喜欢伊藤诚哥哥是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 不是我 不是我 柳如烟尖叫着把手里沾满血的刀扔到地上 此刻我对他只有憎恨 连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都消失殆尽了 医院离洗衣机已经脱离了危险 好在刀没有刺着器官 只需好好休养就没事了 洗衣机被警方逮捕 在警察局审问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 疯疯癫癫 半年后 我和洗衣机的婚妻定在初夏五月 他说这样可以穿漂亮裙子又不算热 柳叔叔和柳阿姨找过我几次 拜托我一顶儿去看一次洗衣机 小陈 我知道一切都是奄奄的错 但是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去看一看呢 就一眼 我还是想像往常一样拒绝 因为想起那天洗衣机仿佛而在我怀里离去的感觉 我就心痛的无法呼吸 我永远也不可能原谅柳如烟 可是洗衣机却答应下来 去看看吧 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来到柳如烟被拘禁的精神病院 柳如烟因为故意伤害盼了五年 但是在狱中多次犯精神病伤害了很多狱友 所以他被带到精神病院进行特殊拘禁 听主治医生说他时而清醒时而混沌 看到我和洗衣机一起进来 原本一直拿头磕着墙壁的柳如烟眼底有光 阿晨 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 是我们的婚礼快办了吗 柳如烟笑着站起来 整理头发整理衣服 一脸幸福的样子 那儿快去才行 不能迟到了 也不能提前走 不然阿晨儿生气的 我把一张红色的勤俭放在他房间的桌子上 婚礼肯定是而办的 只不过不是和你 他整理着重的手顿住 拿着勤俭看了又看 是啊 阿晨已经不爱我了 他细细妈撒请柬上我的名字 曾经阿晨名字的旁边是柳如烟 说完这句话后 他便又开始胡言乱语 神志不清 医生说这是犯病了 几名医护人员连忙上前给他穿上束缚衣 他发病会带有严重的狂躁症 所以为了安全必须把他控制住 柳如烟就像一个物品一样被绑在床上 大声哭喊 眼神空洞 我和洗衣机离开医院 牵着手走在大街上 至于傅延姐 听说他被我开除后 央求柳如烟给他弄进柳家的公司 但是他在职期间勾搭上公司的 一个女主管和一个女精人 最后事情败露 主管和经理在大厅为了傅延姐打得不可开交 闹得圈子里人尽皆知 柳家丢了脸面 柳叔叔也不是省油的灯 开除傅延姐后再精识放话 而是有企业敢录用傅延姐 就是跟柳家过不去 听圈子里玩得花的几个朋友说 最后一次见到傅延姐是在一个牛郎店 他身形销售 面色蜡黄 我看他是真的一滴也没有 那位朋友调笑了 至于之后的事情 我就不大清楚了 毕竟都是一些在我生命中无关键的人 我现在有相爱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 已经很圆满了 别无所求 全文完